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大俊学钢琴还不到两年呢 2016年年底 大俊才开始学琴 学了两个多月就迎来了首次灯台演出 当时林永健也很骄傲 说小子表现还行呢 刚学琴半年 大俊就参加了第一次比赛 当时林永健都抵扎到不行 自嘲说上春晚都没这么紧张过 看来林永健真的对大俊的教育很上心啊 今年三月份 林永健还邀请钢琴大师李云迪亲自指导大俊 怪不得大俊的琴已经不飞速啊 小弟也是李云迪老师指导有方 没过多久 大俊就能在学校为合唱团的同学们伴奏了 这次又一举夺德国际音乐大赛得一更奖 真的是太争气了 大俊之所以能如此优秀 跟林永健的教育方式是分不开的 还记得林永健和大俊参加爸爸去哪儿时 两个人看 起来还不太熟 林永健当时也承认 忙于拍戏 很少照料儿子 大俊不愿意听爸爸的话 还曾经质问林永健 你是魔鬼吗 当时林永健也发火了 大喊 我是你爹 之后 林永健反思了很久 觉得应该给儿子更多陪伴 所以他这两年开始减少了一些工作 更加重视儿子了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 林永健和妻子周东奇 曾经失去过两个孩子 依次是刚结婚时 周东奇怀孕了 但是由于当时两个人的经济条件不好 觉得无法给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无奈选择放弃了这个孩子 之后 周东奇再次怀孕 胎儿的状况不好 最后没能保住孩子 真的很可惜啊 大俊出生的时候 林永健已经45岁了 可以说是中年的子了 自然会非常重视大俊了 现在 他经常会陪着大俊 会带大俊一起外出旅游 也会陪着大俊去上篮球课 自己在旁边默默拍视频 记录儿子的成长 他还送大俊去学跆拳道 无论什么都会让大俊尝试一下 再去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 继续学习 真的很用心了 不过 目前看来 大俊最为煞长和喜欢的 应该就是钢琴啦 希望钢琴小天才 林大俊成长 为一个优秀的钢琴家吧 The end也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 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